中水是什么?它与普通的水又有什么区别呢? 在外观看上去,两者几乎没有差别,均属于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,但在化学成分中,由于中水中的倒原子比氢原子中多一个中子,因此中水的质量要比普通的水大一些。 为了对比,实验者在玻璃试管中量局50毫升的中流水,通过测量,中流水的质量又为49.84克。 那为什么不是50克呢?其实水只有在40摄氏度的时候,密度才会是1克1立方米,小于或大于这个温度,水的密度会略小于1克1立方米。 而现在的室温并不是40摄氏度,因此会比50克略少,接下来量局50毫升的重水,此时可以看到它的重量接近55克,不但看出在经过对比后,重水的密度要比普通水大了10%左右。 除了液态密度的差异以外,固态密度也有差异,为了方便观察,实验者用少许色素将液体染色,红色为蒸瘤水,蓝色则为重水。 经过几小时冷冻之后,两者都被冻成固体,此时找来一个沉满水的容器将它们丢入其中,能够发现由于密度的不同,普通冰漂浮在了水面上,而重水冰则直接沉入水底。 那么它是如何分辨这两种物质呢?其实方法很简单,轻轻摇晃它们,由于粘性的差异,普通水摇晃起来十分剧烈,而重水摇起来则有些淌浆的感觉。 有人可能会问重水可不可以喝呢?其实在天然水中就含有大约0.02%的重水。 而根据研究表明,只有当你服用大量重水,将身体内25%到50%的水都替换成重水时,才会导致重度渗亡。 而它的主要用途是在核反应队中,做解锁器不过值得一提的是,它还可以制作核武器,所以重水的生产和出售在很多国家受到限制。